外送員被列為第七類專案打疫苗對象 不過卻傳出有外送員先前參加過高端疫苗試驗 即使他打的是安慰劑 卻被醫護人員拒絕施打 證明外送員在現場還直接打電話給高端人員 證實他自己打的是安慰劑 但是醫護人員已無法平一通來路不明的電話證明而拒絕 讓他相當氣憤 覺得好像自己是疫苗孤兒 北市府解釋 解放之前單憑民眾口說打過安慰劑很難查證 指揮中心則表示 安慰組只要去原醫院拿證明 就可以打公費疫苗 每天在外趴趴走又解除不少人 外送員被列為專案施打對象 現在卻傳出一名外送員 因為曾參與國產疫苗試驗 導致他無法打到莫德納淪為疫苗孤兒 他很氣憤 他覺得說他在幫這個國家去當實驗 結果竟然沒有辦法合法的施打疫苗 其實他現場是不太願意離開的 他就是很堅持他今天一定要打 證明外送員在今年2月到4月間 報名參加高端疫苗的試驗 後來因為外送員身份被列入第四類名冊中 他聯繫高端人員得知自己打的是安慰劑 7月19號當天前往內湖高工接種 但打疫苗前被醫護詢問是否打過疫苗 他坦白打過安慰劑 對方擔心混打會有風險 拒絕讓他接種 外送員只好在現場打電話給高端人員 但醫護跟他說無法平易通來路 不明的電話證明當下錯失打疫苗機會 你所提供的只是你個人的信息 還是說高端這邊有什麼樣的證明 那我們畢竟接種疫苗還是要考慮它的安全性 打的是安慰劑的話 那也可以跟這個他原來去接受 臨床試驗這個醫院去拿這個 施打受試者的證明 那來其實就是說 他也可以去打公分疫苗是沒有問題的 昨天已經拿到了他的那個 就是實驗室的證明他是打安慰劑 所以也打了疫苗 指揮中心是以安慰組公費疫苗沒打過就可以施打 但如果是試驗組則不建議再接種 畢竟目前國內還沒開放疫苗混打 記者最後報導